焦点11 负等位基因传 ABO血型是属于负等位基因传 ABO血型的决定是按照红血球的表面抗原来决定 若红血球表面具有A抗原称为A型 红血球表面具有B抗原称为B型 红血球表面具有A抗原B抗原称为AB型 红血球表面没有A抗原也没有B抗原则称为O型 ABO血型是属于负等位基因遗传 控制ABO血型的基因有三个 IA、IB或I 那每个人的血型都是由两个等位基因决定 A型的基因型是IAIA或者IBI B型的基因型是IBIB或者IBI O型的基因型是I小I小I AB型的基因型是IAB等显性 雪型A型的红血球表面具有A抗原 雪浆中具有B抗体 B型的人红血球表面具有B抗原 雪浆中具有A抗体 雪型O型的红血球表面没有A抗原也没有B抗原 雪浆中具有A抗体和B抗体 A、B型血型的红血球表面同时具有A抗原 同时具有A抗原和B抗原 但是雪浆中没有A抗体也没有B抗体 雪型的检验是抗原抗体反应 在波片上面滴了蓝色的抗A血清和黄色的抗B血清 雪液滴上去之后 如果蓝色的抗A血清发生凝结 则代表红血球表面具有A抗原 这个人的血型是A型 若雪液会让黄色这一滴抗B血清凝结 则这个人的血液红血球表面具有B抗原 这个人的血型是B型 如果蓝色跟黄色两滴都产生凝结反应 这个人的血型是AB型 如果蓝色黄色这两滴血清都没有凝结反应 这个人血型是O型 A型跟B型分配之后的后代有可能出现O型 如果清代的金型都是E型核子 A型金型是II B型的金型是IBI 则A型所产生的配置有两种 IA或I B型所产生的配置有两种 IB或I 配置结合所产生的后代有四种基因型 IAIB II 或IBI 或IBI 表现型会有四种 AB型或A型 或B型或O型 AB型是等显性 O型是隐性 所以A型跟B型分配之后 产生的后代具有O型 那代表A型跟B型都是E型核子 A型的基因型是II B型的基因型是IBI 例题 ABO表示血型 斜线表示红绿色盲 红绿色盲基因小G为隐性 正常对有基因为大G 第一小题 假的血型金型为IBI 第二小题 假的红绿色盲基因型为大G小G 第三小题 以为红绿色盲基因为0 第四小题 第四小题 并为O型 又有红绿色盲基因是8分之1